刚刚谈完了半导体 谈完了AI 接下来我们把层面放广一点点 生技族群最近很多修正到了底部 时候开始出现了反弹了 美食的股价已经谈了大概两个礼拜了 宝瑞还有宝林附近 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为什么 下个礼拜4月8号开始 有一场生技业的业绩发表会 国内11家的厂商 陆续公布他们的产业前景 还有他们的业绩展望 特别是搭上了美国 这两家的减肥药厂 本来不是减肥药 但是因为阴错阳差 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糖尿病药 竟然可以来减重 于是大发力士了 生技族群还有哪些利多题材 汉伟 请你上台来 生技族群第二季 有没有他们的份 我觉得当然会有 因为毕竟我们讲520之前 正式的题材 那会发生到 如果以过去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这个执政党政府 跟他们过去的政策题材 因为发生到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去看的 第一个绿能族群 但因为涨电价的关系 但有一些相关的产业 太阳能发电产 其实并没有正式去做个派拜访 所以会不会在520之前 这些被拜访的公司 又成为接下来的标股 那另外两个题材 我觉得可以留意到 第一个生技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整个绿营的部分的话 对于生技产业过去几年其实不断在扶植当中 那虽然说这一次的证件里面 并没有提到生技相关 也有提到长照 但我觉得生技产业本来就是我们台湾 非常重要扶植的一个产业 所以会不会接下来在520之后 拿一个礼拜去拜访相关的生技公司 股价又大涨了一波 那另外还有在安控资安 也是这一次所谓的政策题 还中的一个产业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边已经拜访过了 所以已经涨过一段了 这边还没有拜访 还没有涨到的族群 我觉得可以留意 比方说安控股 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3356的企业 好久没有谈企业 来看一下企业 你看企业的线型 它还是低档 上来 但它因为是去年获利不错 配息大概加这个所谓的减值 大概可以配到4块钱 所以股息持续大概有超过7%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它是上涨 是因为财报跟所谓配息的关系 但它也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安控族群 看起来有底部往上走的迹象 但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重点会在生技产业 因为大部分我们刚刚看到 从这个宝瑞 美食 保龄附景 都是低位阶 对 所以台股现在是历史的新高 对生技产业来讲 我觉得第一个 位阶低有补涨的机会 第二部分 大家会担心台股在高涨震荡的时候 生技股是相对避嫌的标的 那在刚刚提到 接下来从清明节之后 会有一个密集的法说会 对相关的产业 而且是证交所主办的 那一般来讲 会去证交所参加法说会 不会讲太坏的消息 所以应该都是经过挑选 经过邀约 说你们真的有好东西再来讲 如果发表出来是不好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会有点烂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题材 其实蔡政府有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那赖政府有五大信赖产业 所以这五大信赖产业 我们看到半导体人工智慧 军工安控跟所谓通讯相关 绿能部分的话 太阳能风力发电 这也都涨过一波了 那国防相关的 你可以看到航太军工 也是这波涨过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相关的政见内容 其实都已经跟我们讲了 通通早有去拜访 通通有提到的 都是无论你之前强势的 相关的一个产业之一 好所以航太 还有什么的军工 这等一下子东有一段 特别跟你讲怎么选股 我们focus在生技族群 对所以我们讲到生技股蛋 第一个就是我们本身 政策题材扶持 第二部分你看国际 有没有生技股持续往上表态的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是今年以来 到这个3月17号 美股的七巨头 当中辉达但不用提到 我们刚刚惠子姐跟大家介绍 真的看起来是这个AI之霸 那另外第二名是META 因为META近几年在所谓的 AI布局是相对的领先 但是发现到辉达META 亚马逊 微软 阿发贝 苹果跟特斯拉 苹果特斯拉都往下跌了 但是当中有两个标注起来的 一个是丹麦的诺和若德 一个是美国的里来 这两家公司都是 全球减肥药的龙头 股价今年只输给AI而已 代表说其实在全球 所谓主要题材当中 除了AI族群以外 减肥药从去年航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 相关产业来讲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相关的 所谓扩散性的效应 因为台湾有一些做减肥药 相关的原料药的 有做一些CDMO的 我觉得都有机会在接下来 只要有得到相关的药证 得到相关的题材的话 可能这族群 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个比价效应 可以特别留意 好那我们就看到下一页的部分 就是下个礼拜开始 陆续在这个 证交所组主办的 展望2024年药市场跟趋势 那由公营院的一个研究经理 来做一个主讲 那当中你可以发现到 从佐征KY 药华药 美食 利丰KY 金硕 宝瑞 还有华安 宝林附近 到台药 整整五天会有非常多的生技公司 发展他们相关的新药 跟今年对整个药市场的展望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应该会有去参加的 应该都有一些所谓的 秘密决道在里面嘛 像新药 可能有一些新药的进度啊 像一些像美食啊 像这种宝瑞 金硕 都是其他的业绩非常好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都是可以特别留意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公司当中 我们帮他整理出来了 第一个 宝瑞 因为最近他的并购动作 还是相对比较频繁嘛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像神盾 安国这种并购股价 没有涨一大段 我们宝瑞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台湾系列 也没有重点的产业之一 也是生技股的股王 那法说会公司派 其实比较乐观去看待全年的营运哦 而且最近大家可以发现到 宝瑞反而在买方 尤其是投进在买方 所以我们稍微看保瑞的现行 我觉得它是当中 升级股应该是比较具备代表现的两个股票 下面你看到投信 是不是最近才刚买 也代表说在整个三月底开始之后 投信真的开始在布局相关的生技股了 是不是布局未来所谓的一个生技补产行情 或说一些资金并购股行 我觉得可以特别留意 那刚刚提到宝瑞 因为这一天这根长黑K棒 是因为前一天传出来 它并购美国药厂的消息 那花了不少的钱 那市场本来反而结束说 应该是有机会拿下美国比较大的一个通路 但是没想到那一天是爆量长黑之后 股价就一路往下跌下来 但你会发现到 它这根带量的长黑K棒 目前已经来到 慢慢来到这个位置点了 所以这个阶段里面 法人在买方代表股价 它如果能够回到748块以上的话 这边就换手成功了 那再来你看到股价 目前大概是我们把它清掉 大概来到年限的关卡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阶段保瑞 可能在这几天 特别是下礼拜这个业绩发表会之前 能够占到年限以上的话 可能整个生计股 它带动效果就不太一样 台药但我觉得最近也是投信 有站在买方的一场标的 同样它也是这个原物料的 药品的一个大厂 那因为去年它比较可惜 就是去年任列台康生相关的亏损 让它财报比较不好看 但我觉得因为今年台康生 也是CDM的大厂 那大家有预期说 可能业绩有一些回冲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它反而在今年 就是因为之前跌过了 反而这边我觉得 有一些补涨的空间 所以同样看它台药 下面一样放在投信 它也是最近也是站在买方的 那股价我觉得它大致上 还是在这个区间进行整理 所以可能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 来到区间下源 大概我觉得回到这个季线附近 是比较好买点 上去之后的话 我觉得就要看一下 刚刚提到了 也许保瑞要先保钛 也许这个法然要继续站在买方 但我觉得如果就它本身的 股价位阶跟今年的题材来看的话 可能拉回来站在买方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 这两家新药厂商 接下来制药跟研发的美食 对 美食当然是具备代表性 因为它已经有很多的癌症用药 已经不是所谓的第三期临床 已经取得药症了 业绩的成长 所以美食你发现到 这几年获利都在创新高 去年的EPS再创下历史的新高 而且它也有两款的减肥药品在旗下 但那个市占率不是非常高 但我觉得如果说在减肥药题材里面 它也是当中有想象空间的一档股票 那同样最近法然也是在买方 你看三大法然买了4000多张 看一下股价的现行 你看投信也是最近 买上来了 对啊 这都是最近投信在买的 所以发现到投信最近在买的标的里面 我觉得升级股有越来越整齐的趋势 那股价也是一样 我们把时间大概这个缩小一点 它其实前波高原在这个位置点 你会发现对称下的颈线位置 刚好顶到这里 所以它有点就是说 这边长线的大底 去对抗之前的M头的形态 所以这一波应该是有机会过这个高点 比它今年的业绩 还是会再创新高 所以它如果又过了349.5的话 可能升级股就会有一些 更多的这种可用之兵慢慢的浮现出来 好 再回到我们这个字卡的部分 顺耀我觉得也是近期非常强悍的一档标的 因为它虽然都没有获利 但它止痛药品 夜景取得药证了 那相关的中风的药物 也进入到二期的临床 所以同样它也是投信有在买的标的 我们应该看看线型 其实今年顺耀真的很强 它是大标一段上去之后 你看现在一段 它还在这高档 进行所谓区间整理 但是这边的线型已经纠结往上了 所以代表说投信是这边才买 也有可能突破这高点之后 我觉得就会有一些 未来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所以对顺耀来讲 我觉得也是看起来 就是生技股今年还有这样的标的 也代表我觉得生技族群 是真的不可小看的一个族群 好 同样这两档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政策 新药研发的北极新 昨天召开法学会 对 因为我昨天有把它法学会 认真的听完 其实我觉得公司派来讲的并不差 因为它想到说 它的羚羊生技 产现今年下半年 就会正式生产出来相关的药品 它也要切减肥市场 它本身羚羊就是台湾 有切入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减肥药 学名叫做美格斯乳泰 有点复杂 但是也就是说很多糖尿病用药 用了那个所谓美格斯乳泰之后 减肥效果非常好 那国内目前真的有做到 美格斯乳泰就是羚羊生技 去年并购它之后 股价发动一次 那这次法师会提到说 它的相关产现 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投产 那明年取得药证之后 就会正式贩卖 那他这次法师会提到说 这个美格斯乳泰 目前的这个市场报价是 一克四百块美元 一克四百 一万两千多块台币 对 然后他说他今年的这个所谓的 台湾的厂区加成都厂区 可以生产大概150公斤 我帮他算一下 这样的一个金额来算的话 大概是19亿的台币的营收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一个 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那股价我们看一下这个北极星 最近其实法人有在买方 我们现在放一下外资 你看外资是连路一路买上来 就算昨天法说会 好像大家觉得说 他的新药啊 他的这个减肥药贡献要等到 明年才会看到 但你发现到今天这样子 大幅度震荡的过程里面 其实外资并没有站在大卖 那股价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一根涨停板是并购领阳 就隔天之后往上冲高 一路往下压怀 那这一根跌相对重振 是因为他那时候并购领阳的时候 有大股东去告他说他背信 需要他赔900万美元的一个法院支付命令 昨天法说会上面 这个董事长提到 这个支付命令 目前看起来是可以不需要支付了 所以以目前股价现行刚好 他大概也回到季线附近 那季线目前扣跌位置在这里 所以有可能他就接下一路往下扣 那如果说今年的下半年 相关的减肥药的状况不错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可以稍微长线去看待的一家公司 也许是你不用追高 如果你正要做一个短线突破的话 最少突破这个高点再去追进 甚至说突破这个高点 他整体上整个多方突破心态比较强 但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拉回来再来买房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其实来看一下转头 因为他本身比较特别 他是生机的创投公司 最近他也募资两档他旗下的创投基金 一个是要比较布局 就是说中线可能已经经过临床的新药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从过去的刚研发新药 新的基金布局中线的临床新药 那另外一档基金他在募集 就是说已经正式取得药证要上市的 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蛮特别 就有点类似这个生技股的ETF 也就是透过他们本身生技专业背景 来帮你投资 所以今年因为证交所会加速 这些相关的新创的生育公司加速上市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 他首相布局的新创公司 可能今年有一些挂牌的利多 那同样看他股价位阶 目前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那当然因为他从4月份开始开放融资券 所以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如果你未来发现到股价转强 融资大增的话 代表一些主力进去卡位 以他位阶我觉得就有一些补偿的空间 但目前还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静待他的一个 后续的量能的发动 OK 这是钻石投资 来 科研 科研当然也是最近非常强势的标定 因为他取得最新玻尿酸的专利 那反而看好这个玻尿酸 可以贡献他比较好的业绩比重 那玻尿酸用在哪里 一般就讲说用在医美 还有用在这个关节 所以长照市场 我觉得他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所谓想象空间 因为台湾目前看重是长照的一个医疗 所以对这些所谓的年纪长者来看的话 玻尿酸的注射 对他们的一个关节痛 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业绩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那最近反而也同步在买方 你看到股价的现行 他取得专利大概是在这一天 那股价开始加速往上走高 所以科研 我们把它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些 你会发现到 他目前已经过着这一波的高点 对 所以他的现行我觉得就蛮漂亮 这边是一个整理打底期之后突破 那我觉得未来就一个 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不管就医美的市场 或说就长照市场 就现阶段整个一个生计股的 一个低位界的补涨效能 我觉得其实科研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可能就业绩题材 医美题材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且他去外资的菜 外资只要进场的话 他几乎都有一个波顿的涨幅 对 因为之前没有量 你看外资这一段买这么多 那当然这两天出了比较大的量 但出量只要每一天 这盘中高点没有被跌破的话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 维持个多方经营场的格局 好 这是科研 来 最后一档 金硕 对 金硕也是刚刚提到 他其实连续四年的营收 跟货率创造新高 因为他本身其实主要做 所谓引擎年龄的代工 那最近在日本跟所谓的大陆 还有东南亚市场 其实引擎年龄的销量非常的好 所以对他来讲业绩不断成长 而且整体上来看的话 因为后疫情实在 大家比较会出门 会带到引擎年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好金硕今天 其实投信是连续两天在买房 看他的股价现行 他下礼拜要业绩发表会 投信你看这段时间里面 都还持续在买 那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下 你会发现到 其实金硕他以前也是一个 相当稳健的公司嘛 突破前高了 对 突破前高了 所以我觉得在引擎年龄这一块 其实在暑假忘记 在业绩题材 在今年整体上 整个市场需求来看的话 都是具备代表性 那对新数来讲 也许后续他就有这种 持续往往电告机会了 是 好 谢谢汉伟 请先回座 在生技族群 当AI一档一档的创新高 当很多的半导体设备 跟着台积电机全升天之际 其实很多的生技族群 最近都还在打底的阶段 但下个礼拜四月八号开始 有生技产业的业绩发表会了 这法说会哪一些的好消息 哪一些已经蠢蠢欲动了 操作策略 不用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最喜欢的单元 前线独家教学 今天领终要教你的是 叠叠多方炮的悬股法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